大家好,每次进闭见见,我们继续来介绍各种所谓和喜提班的内容 还是做到小版材上讲大题 那么这一讲我们来说说这个静所的从考试角度来说怎么考 这也是一种主流的题型 虽然它的考评不如我们上一讲讲的自然人的多 但是也会涉及相关的考题,同学们看一看 而且它这个难度是可以调节的 有的题还是小有难度的 它就不像自然的那个 它就顶多有些小难就是我们可能不经常涉及的一些业务 或者小细节性问题可能容易忽略 但是这个不是,我们来看一看 拿到题以后呢,思路基本上是一样的 都是先浏览一下题目 马上一看,这是李先生与合伙人 他在A市共同兴办了一家合伙企业 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他自己报送的这个会计报表反应呢 他的利润总额是6万 然后呢经收入机关审核以后发现如下问题 这有问题的,每个都有问题啊 每个都有问题 这个我们呢浏览一下 你先不用着急看 不用看每些问题是什么 然后他说根据以上资料回答下列问题 那一共就四个问 那我们可以带着问题找这个以致条件 首先第一个问题 合伙企业假可以税前劣质的广宣费 及业务招待费是多少 那么这个呢我们在前面讲课是提到了 像这种合伙企业的业务招待费广宣费 你就按什么去考虑费呢 按企业所对的思路去招呼就可以了 一点问题没有 对不对 这个我们说过 那么马上想到找基数 比例肯定是15 就跟企业所对的思路是一样 所以找基数 那么找基数这时候 这道题就给我们启示了 他个人算的 自己算的啊 就是主要收入70万 其他又收入10万 那么按照我们企业所对的思路的话 他的基数应该是70万加10万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注意 我们刚才读题说了 这是他自己算的 那么经数据官审核 发现有问题 所以这时候你一定要浏览一下 这个问题里边 有没有跟收入有关的情况 有没有呢 有 他怎么说呢 他说其他又收入是两位合伙人 对外投资分回的红利 那么这个时候 他是不能放在经锁的容 因为他是混合税制 那么这个投资富翁肥的红利 应该单独寄税 不属于经营所 属于利息股息红利税目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10万不能 作为业务招待费 广宣费技术 这个是同学们注意的 你看这块的分析思路 跟企业所的分析思路一样 找基数 确定扣除比例 但是这个基数由于是事务师 或者是事务所审核发现问题了 而我们的个人所得意 他非常容易什么 就是采取这种方式 他把该分类的没分类 给你都并到经锁的中了 所以一定要看那个问题 这些都要成为一种思维定势 肌肉记忆 好 那么接下来就非常之简单了 三步法正常运用就可以了 那么他实际发生的 消负账户中列支的广告费2.5万 业务宣传费0.5万 广宣费3万 标准额是70万的 15%是10.5万 那么没有超过限额标准额 所以广宣费不需要调整 不需要调整 然后呢 看一下他的业务招待费 有没有呢 业务招待费 看看在哪说的啊 他没有说业务招待费的事了 你看这个审题 来来拉去的 在这儿呢 你看还挺调皮 这初一老师还挺调皮 在这儿呢 他问了他肯定有 对吧 考场上你就在那个资料区 扫一点就可以了 好 管理费用是8.5万 其中包括业务招待费1.35万 那你看我刚才没找着 那现在有启示了 我就先找管理费用 或者找招待费 就找这些关键词 你能看到 那么他肯定要调的 是吧 那就是PK 确定标准额 那就是1.35万的60% 等于多少多少 0.81万 PK 70万的千分之五 0.35万 取消 税法允许扣除的是0.35万 实际支付的是1.35万 纳税调整增加1万 这个就出来了 是吧 这个出来了 那解释你不用管 解释你不用管 好 接下来看第二个标签 第二个标签 那么问你 合伙企业假的应纳税所得饿是多少 那这个是要用到的是企业所得的思路 但是要注意合伙企业的特点 是吧 注意课上说的增量复习的方法 那么你就要在6万的基础上 然后把它发现的问题进行调整就可以了 对不对 好 利润6万 他说的第一个问题是合伙企业在本年度给每位合伙人支付的工资9万6已经列入成本 那么这个业主合伙人的工资这9万6是不能扣的 对吧 那就要在6万的基础上加上9万6对不对 不对 为什么不对 因为他就是每位合伙人你加9万6不对 你加两个9万6就对 那么接下来说说第二个说合伙企业每季都墨 向每位合伙人预付股利5000块以列入成本 那这个当然也不能扣 那么你这个鼓励的话 他不用再税前作为成本扣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调整增加 注意是每个季度末 每位合伙人 那么就是四个季度乘以5000 再乘以人头 两个人就可以了 对不对 好了 然后销售费用账户列支的 广宣费 刚才说了 他跟业务招贷费要纳税调整增加1万 对不对 然后其他业务收入是两位合伙人对外投资分回的红利 所以同学们要注意了 那你这个10万块要做纳税调检处理 要做纳税调检处理 对不对 所以要注意啊 要减去10万块 要减去10万块 那么这个不要忘了 不要忘了 好 然后说什么呢 就是营业外支出账户中 包括合伙企业 被工商管理部门处理的罚款2万 那么做纳税调整增加处理 这跟企业所在的思路是一样的 对吧 你看读到这儿 再往下读的话 他说李先生在闭市另有合伙企业 那就跟这个假合伙企业没有关系了 那么假合伙企业的 应纳税所得额 就算出来了 对吧 是多少呢 是22.2万元 注意他问的是什么 同学们 问的是假合伙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 那实际上这两个合伙人一共赚了这么多钱 对吧 然后第三个标签问你 李先生全部生产经所得的应纳税所得额 那他全部生产经所得 既包括假合伙企业的 又包括义合伙企业的 那么假合伙企业注意他们是5比5出资 他按出资比例进行分 所以这时候我们算出第三个标签 大家注意一下第三个标签 那么这个解析你不用管他了 李先生在假企业他分得的是22.2乘以50% 但没完你要注意他可以选择一个合伙企业扣那个升级费 这个你不要忘 对吧 然后他说在已合伙企业他什么 他分得的是64,000 他选择在假企业中扣除投资者费用 这个呢 他已经提示你了 所以刚才说不忘 对吧 你选到这这句话干啥的 不是废话 你要忘了 赶紧想起来 好那么这样的话呢 把两个加在一块 就是老李 他汇总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 接下来看看最后一个标签的 问你老李 2022年度应纳的个人所得税是多少 那这个呢 注意了 你算出的11.5乘以20% 再减击素酸扣除数 这是他的经营所得的应纳税所得额 你这时候就认为完了呢 没完 注意没完 哪个没完呢 别忘了刚才的那个10万 他走了其他业务收入 那么我们明确说了 这属于对外投资分回的红利 那么 这个投资的比例 来分 所以这10万 5比5 他有5万 利息 股息红利 20%的税率交税 所以不要忘了 这块内容 那这就是一个完整的 他什么 他的 多个合伙企业的情况下 怎么确定税率应纳税所得额的问题 所以一定要合在一块确定这个税率 听明白这个意思了吧 另外一个一定要注意这个题里面那些小细节的问题 那么尤其像刚才我说的不要忘了的 你业主的工资不能扣 但业主的吃喝拉撒 这是可以扣的 这个0.5乘以12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刚才说的 这个10万块 他是利息股息红利 千万不要忘了 还有5万块的20% 是要交的 也是三分后税 还有就是刚才在算 一有招待费 广泉费基数的时候 一定要下意识的看 这些问题里有没有对基数的影响 恰恰这道题里是有的 这道题是比较标准的 我们个人所得 经营所得 他的积税问题 好了 再来看一道题 再来看一道题 这道题比刚刚才的道题还好 那拿到题以后看一下是什么 又是老李 他2021年底承包假公司 没有改变企业的性质 然后上交400万承包费以后 经成果归李某所有 然后这个企业使用税率25% 是吧 然后呢 看一下 这个题 他说的假公司的快利润是多少 假公司的快利润是什么什么 假公司 亏损逆补什么什么什么 这前三个说假公司 然后第四个 员工王 这里边实际上出现了 三个纳税主体 承包者老李 被承包企业 假公司 假公司的天选打工人 隔壁老王 所以同学们要注意啊 这叫多主体的 多税种的 多税务的 个人所推好多税务 个人所推计算 所以我说这道题比刚才的道题还好 刚才那个老李 就是玩了两个合伙企业 是吧 但是都是围绕着合伙企业考 那这个是多主体的 多税种的 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多税务的 个人所得税的 工资金金 综合所得 对吧 承包承租金所得的 个人所得税 这种题 有很大的拓展性 这就是我想象中的考题的样子 就在综合体里呢 我们减少 企业所得税中 常规调整项目的数量 你比我们做了那么多题 墨迹的福利费 供货经费 绝供教育经费 要我都不考你 为什么 因为这个考不住考生 是个考生都会了 那两个小时时间 我考一个任何人都会的话 那送这个份干嘛 那我能不能减少提量 然后增加点难度 是吧 这样的话呢 两个小时时间 能够达到更好的考核目的 当然他的通过率 不会因为这种形式的改变 而有特别大的波动 是吧 那像你广宣费 业务招的费 考一个都是道理会 因为就是考基础 那就考广宣费 然后再考有上年节转 那幼招的费考不考 没啥意思了 就不用考 然后呢 我们把个人所谓 挪到这块来 然后我们前面说 那个计算问答题的话 可以考更多的 这个其他的水种 这是我理想的 考卷的样子 那么大家注意一下 这道题 它的拓展性很强 所以要注意 特别好的一道题 思路呢 还是一样 不能因为我夸了 它跟花似的思路 就有所区别 是吧 那么看第一个 计算2022年假公司 纳税调整的金额 那就看呗 这就是一道企业 所得税的问题 你先别管老王和老李 是不管吧 那什么情况呢 说假公司会计利润 667.5万 其中包含 国债利息收入10万 纳税条件 从居民企业分回的 投资收益40万 纳税条件 其实考一个就可以了 考免税收入 对不对 好了 接着看 说假公司计算 会计率是扣除了 英外支出300万系 非广告性的 战斗支出 纳税调整增加 那么接下来 说以前年度亏损50万 那么他问的 第一问是调整金额 自此调整金额都说完了 那么我们把以前的 那个企业所得税考题 放在这 变成五笔业务 再加两笔特殊业务 你看这个题 是不是就变成 一个典型的综合大体了 注意 好了 那么第一问就出来了 250 一个傻数 纳税调整增加250 然后第二个 计算2022年假公司应该讲到的企业所得税 那做纳税调整呗 他刚才说的假公司的会计利润是667.5万 然后纳税调整增加250万 再减去他的亏损异补的金额 对吧 他说了 他说什么呢 以前年度亏损50万可以弥补 那减去50万 算出来的假公司 2022年度应该讲到企业所得税 216.88万 这样的企业所得税的就OK了 多税种的企业所得税就简单 你看这个简单是吧 注意拓展性 第三个计算2022年李某承包假公司 应该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那怎么算呢 他的会计利润667.5万减去企业所得税 那就是税后的利润 税后利润根据刚才的题目 我们知道他缴纳400万的承包费以后 所有权都归李某所了 这是典型的承包承租金所得 当然如果说李某对经营成果没有所有权的话 那他就是一个工资薪金性质的所得 注意审题就OK了 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没有工资性质的收入不需要加在里边 然后怎么的 他要有一个6万 他要减这个吃喝拉撒的费用啊 所以什么减6万 这样的话呢 李某作为承包者的个人所得税 经营所得的承包成都经营所得个人所得也算完了 你看难不难不难 是吧 李某的不难 然后接下来看 接着该说老王的了 老王也不难 老王的就像那把刚才啊 就是我们上一讲讲那个自然人的那个 给他嫁接到这了 他让我们算一下2022年2月假公司应该愈抠愈角 王某的个人所得是多少 有点意思啊 他问的是两个月还一个月的是当月的 二月份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应该算什么 我们应该算一月份的再算二月份的 二月份的累计的减轻一月份的 是不是这么一个思路 我们在课上都明确说过了 这个计算本身倒不难 因为老王呢 他月工资一万吧 专项扣除两千八 专项附加扣除一千五 他都没有在这拓展这个专项附加扣除到底是什么 好吧 那么这时候你别忘了减去每个月的升级费就可以了 每个月的升级费就可以了 多少呢 五千 那改变一下呢 说老王上年都在这个单位 上年的工资没有超过六万 那这时候你就不能减五千了 你直接减这个六万就可以了 就是让他不是一般人 他记得我们在课上说的吧 是吧 好 那这个算完以后是一月份的 好 把这个拷贝过来 在每个书后边 乘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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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算出是一到二月份累计的 然后减去一月份的 算出来的就是二月份预扣预缴的 王某的个人所得费 必须得算一月份的 因为他问二月当月的 公白了吧 这个大家要注意小细节问题要拿你好了 然后让我们计算一下老王的劳报酬 应该预扣预缴的个人所得税 那他看吧 劳报酬是三万五 乘以百分之八十 对吧 乘以百分之八十 再乘以百分之三十减据 两千 算出来就是六千四 好 最后一问 最后一问 那么问你他汇算轻缴时 应该退的个人所得税是多少 那这个同学们注意了 注意了 那你得看啊 看什么 看他告没告诉你 他预扣预缴的金额是多少 你看一下 十二月份没告诉我 是吧 没告诉我 所以这时候 你注意啊 你得先算什么 先算 工资 薪金所得 预扣预缴的 个人所得税 把刚才那个 拷贝过来的 乘十二乘十二乘十二 刚才不是拷贝 那个一月份的吗 这是工资 薪金的 预扣预缴的 个人所得税 对吧 然后那个劳报酬 那个刚才我们已经算出来了 对吧 这个时候再去算 他全年 应该缴纳的 那就是 十二月的工资 要加上 劳报酬 乘以80% 其他的都一样 所以你要速度快 一个拷贝过来 然后加上 你思路清楚 就知道这种美不干什么 你就可以拷贝就可以了 明白意思了吧 我刚才为什么找 因为他说明说 十二个月 预扣预缴的金额多少 没说你得算 那你要算 十二个月 累计的工资 薪金的 个人所得税 预扣预缴的 然后劳报酬算出来 然后在全年 实际应该缴的 注意啊 这个收入 要加上这个劳报 多退少补就可以 那么这道题呢 他好 就是再次说明 他是多主体 多税种 多税募啊 括号个人所得税 他的结合问题 他具有很强的延展性 本身这道题的难度不大 但是呢 我可以给他变得 稍微难一点 就符合了我们 综合所得的提醒要求 所以同学们要注意 但是思路是门清的啊 算解锁的税 不考虑个人的情况 算个人所得税 就专注的考个人所得税 就可以了啊 那么这道题呢 你想过没有 我单独把王给截出来 就跟上一讲的自然的题 结合起来了 你看这个是不是啊 那就是一个单独的上一讲的题 那我再把这个 综合这个这个专项附加扣除 相会拓展一下 不就是上一堂的结合吗 对这种啊 跟拼插游戏的这个题目似的啊 大家要能够注意 好了 一道好题啊 主要是看他的这种 出题的形式和架构 知识点本身 那么我们出题老师 并没有过多的难为我们 好 再来看一道题 好 说居民老刘 投资兴办了 甲一两个个人独子企业 啊 甲呢 是吃饭的 乙是干房的 买主营的是建筑业 2022年相关设施事项如下 啊 甲是这么回事 乙是这么回事 他一共是三比 阅读量不大 然后他没有补充资料 就是让我们回答下列问题 一共是六个问题 我们来看看 说假企业的 应税的生产经营所得是多少 那我们来看看 假企业的情况 第一项业务就说的是假的 对吧 他怎么说呢 假企业不含税 营收是150万 实际发放工资总额26万 其中含刘某的工资8万 由于采购渠道复杂 所以成本费用无法准确核算 主管税务机关核定的应税所得率20% 核定征收 所以计算并不复杂 对不对 那就是150万乘以20% 就是他的应税生产经营所得 瞬间得分 比如我说的还快 因为我要读的时候慢一点 怕你们没有提前做 第二问 问的是一企业的 同样的是应税生产经营所得额 那么一企业什么情况呢 一企业不含税收入是 1000万 成本费用税金级附加636万 其中广告费180万 实发工资总额是100万 含刘某的工资12万 你看这个题出的挺好 假企业核定 以企业查账 那就算呗 那他的量又不大 就是用企业所得的思路 结合个税的特点 对吧 好 那么一看有什么 有广告费 那么马上跟刚才做那个题一样 看他的基数 这个基数很简单 没有做任何文章 就是1000万的15% 标准额150万 他实际发生了180万 对吧 那只能扣150万 纳税调整增加30万 另外一个投资者工资12万 也不能在税前扣除 那么怎么的 要调增12万 对吧 这就是结合了个税的特点 结束的没有这个是吧 那么他准以扣除的是 他吃喝拉撒的生计费用是6万 所以仪企业的应税生产经营所得是 100万减636万 实际上相当于会计的利润 然后纳税调整增加30万 加上 刘某的工资减去生计费 算出来多少呢 是400万 算出来是400万 这是什么 这是 以公司 他的 叫以企业 他的应税收入 然后接下来看第三个标签 投资者老刘的 经营所得和股息所得 合计应该缴的个人所得税 那我们来看看吧 他有对外投资取得的股息是 10万块 那这个简单吧 先说这个简单的 你就把这个10万乘以20%就可以了 然后他那个经营所得 你注意啊 他是两个企业 所以要是把第一个核定的那个30万 加上第二个我们算出来的 一企业的是400万 是430万 合在一块去查找税率表 确定他的经营所得的应答事所得 实际上是两个个读 一共应该交这么多的税额 143.95万 听白了 143.95万 两项结合加起来 加两万就是145.95万 这道题没完 他又问了 说刘某在假企业的生产金所的应该缴纳的个税 以及刘某在仪企业的生产金所的应该缴纳的个税 那就分呗 对吧 那分的时候 请你注意 你别分145.95万 他问经营所得 所以你分的是刚才算出的143.95万 也就是没加那个股息那两万的金额 然后按假企业的所得 占假以所得合计的比重进行分配 430万分之30万 那么同样第五个标签 那什么呢 就是430万分之400万 因为一企业刚才算出的经营所得是400万 这道题考的是关于两个个读企业 他的涉水事项的处理 其实跟我们刚才说的两个合伙企业 李先生那个很相似 我们要把两个个读一好合伙企业的 他的所得加在一块去查找税率表 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 这道题他比老李那道题呢 调整上是要简单一些 但是呢他又问了两问 分别啊这两个个读 怎么确认他的个税金额的问题 要按所得额进行分配 这个题呢可以跟老李那个第一道题啊 就是我们这一讲第一道题 结合起来一块看啊 这是我们练了两个个读的这么一个题 好了然后再来做一道题 这道题呢就比前面做的这些题都难了 我们拿一个小难一点的题呢 进行个税的收尾 洗涤班的收尾 那么当然呢这个题是这样的 就是他也没有想象的是那么难 我们只说小难 好了拿到题以后他说的是什么 中国居民成谋为天使投资人 插着翅膀的投资者 2022年收支情况如下 一二三四 这个人啊还真是很能挣钱呀 是不是 他又投资了天使投资 然后又在境外刊办各读企业 然后还向农村义务捐赠 选择在股份转让所都能扣除 你看我们捐赠的话呢 你要知道你在算税的时候就要考虑 所以我们浏览一下题目是吧 然后呢承蒙每月按照标准的 缴纳三写银金也没有其他扣除项目 根据上述资料回答下述问题 就是这么一个六笔业务的题 只不过是相对比较新颖 我们站在的这个个人的角度 他是一个插着翅膀的天使投资者 好 然后呢 第一个说成谋取得该股份转让所得 应该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那就看股份转让什么情况呢 他是这么说的 第一笔业务 8月13号 他以每股11.5元转让初创科技型 假股份有限公司股份100万股 该股份是2018年1月1号 以现金500万取得的每股成本2块5 那么注意啊 他是2028年1月1号投的 到了今年的话是满两年 你投的是初创科技型企业 那么你投资额的70%可以抵 是吧 你转让的时候 他的应纳税所得过 那么你这个转让的时候卖了多少啊 就是2块5的东西 卖了11块5 所以一股赚了9块钱 是9块钱吧 是吧 然后乘以你卖到100万股 那么这就是你不考虑他的70%抵扣转让该初创科技型企业股权的所得额时的金额 那就减呗 你考虑就减呗 那你投资额多少呢 他隐晦的说了 是以现金500万取得的 那就说他的投资额是500万 所以500万乘以70%等于多少呢 等于550万 那等于550万 这就是第一笔业务 那么你注意啊 你注意啊 这个前面的解释你不用说 因为他没有问为什么 那么注意他刚才问的是什么 他问的是应该讲的个人所得税 所以你这个算出来是股权转让的应纳税所得额 那么你注意了 你直接乘以20%不可以 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顺提的时候明确看到了 他是一个有爱心的插着翅膀的天使投资人 所以呢 他有捐赠的话你考虑 因为捐赠的话 我们说你可以在分类所得中扣除 你可以在综合所得中扣除 那么这个先生 他选择在股份转让中扣除 是农村义务的捐赠多少呢 300万 通过民政部门捐赠现金52万 用于矿虹救灾 他选择在金融所都能扣除 人都选择了 所以你千千万万不要用 刚才我说的550万乘以20% 要减去捐赠的300万 这样这个答案开出来 同学们非常好的 就这么一笔业务 那考了优惠问题吧 投资额的70%是吧 然后另外一个又考了捐赠的扣除问题 要减去捐赠的金额 农村义务捐赠 这是可以全额扣除的 是吧 好了 这是第一个标签的问题就搞定了 然后接下来他说 第二个 取得的转增股本所得 应该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那看看吧 这哥们是真能挣钱啊 怎么了 9月5号 取得假公司转增股本80万 其中来源股票溢价发行 形成的资本攻击50万 未分配利用了30万 然后股票溢价形成的资本攻击 是不需要交的 那么50万不交 你30万 答案20%交 所以30万乘以20% 答案出来 答案出来 那么接下来看第三个标签 第三个标签说的是啥事呢 说的是这么一事啊 说老程取得境内外经营所得的 应纳税所得额 请你注意了 他问的是应纳税所得额 不是税额 那看呗那就往前面找题呗 第三笔业务 说持股10%的境内合伙企业 分回经营所得50万 当年实现经营所得800万 合伙协议约定按投资份额进行分配 这时候你注意你算境内外的经营所得的时候不能有50万 我们你分不分的话 你都得按你实现的经营利润乘以你的投资份额 所以应该是800万乘以多少呢 乘以10% 这点要特别注意 他不是按实际分回的 而是按你的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 是不是啊 这个是要注意的 然后说开办境外个人独资企业 当年按我国税法规定的境外所得48.91万 那要加上去 所以加上境外的48.91万 对吧 然后他说已经在境外缴纳个人所得是2.76万 你先别管他 你先别管他 一会有单独的抵免的计算啊 然后这个时候境内外的经营所得 实际上何技术算出来了吧 但你要注意 他问你是境内外所得的应纳数所得 那么这点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他是可以减去吃喝拉撒的 因为他没有综合所得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6万啊等等 他可以在经营所得中扣除 所以要减6万减去专项扣除 他的前提是没有综合所得 他是没有任何收入 其他的收入都没有 那么就减6万减去 4400的三险一金 对吧 三险一金是一个月乘以12个月 算出来的 他是多少呢 是境内外的经所得 117.63万 完没完呢 没完 为什么 因为刚才我们在说捐赠的时候 要注意了 他是52万的现金是用于抗洪救灾 他选择在经所得中扣除 所以这是有限额的 那要用应纳税所得的30% 从应纳税所得中扣除 那么同学们注意了 有老师那你刚才算那个117.63万的时候 怎么没有减去52万 我们明确说了 这个是不扣除捐赠支出的金额 所以这是没有错误的 对不对 117.63万乘以30%是限额 你的实际发生额是多少呢 是52万 超过限额了 只能按限额扣35.29万 所以你取得境内外经所得的应纳税所得额 是117.63万减去 限额扣除的捐赠支出35.29万 等于82.34万 非常好的一个业务 要求大家知道 要求大家知道 OK 没完吧 没完 然后第四问 说老程取得的境外经所得的 抵免限额是多少 那这个时候你要算呢 抵免限额 那就是按中国税法的规定 对吧 那他需要交多少税啊 那这个时候你算一下 境内外经所得 按中国税法规定 一共交多少税呢 刚刚算出的82.34万的应纳税所得乘以税率减去速算购入境内外经营所得应该讲的个人所得税22.27万 那么他的抵免限额就是按所得的比重进行分配 那么用22.27万乘以境内外所得分支境外的经营所得 那么取得的就是他的算处的结果就是他的抵免限额13.23万 13.23万 这个同志老师能不能用境外税前所得乘以25 那25是企业所得税率 那个可以 那比例税率可以 我们这个是累进税率的话 那你只能按这种所得额的比例进行分配 那思路就是这样的 算出了境内外的真正应该缴免的税法 按中国事法规定缴免的税法 然后按所得额的比重进行分配 算出的就是抵免限额 你最多抵这么多 那看第五个标签 让我们确认老成境内外经营所得应该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那么我们注意了 他在境外取得的这个个读的缴了多少 2.76万 他的抵免限额是多少呢 是13.23万 所以他可以全额抵免 输低的原则 这个是思路是一样的 那就减2.76万 对吧 那就减去 那简单了 用刚才算出的22.27万 那是没有考虑在境外已经缴税的抵免的情况 实际上里边重复征税 我们就减去 在境外交过的税 确定的金额2.76万 等于19.5亿万 你看这又跟这个税收抵免结合了 那这种题挺新颖 大家注意 你看比我们做的所有题都难 但是你细下心来 静静的去考虑这些问题 也就是那些基本功 那些基础知识 所以大家也别把它这个幽默化 就按正常的进度 正常的思路进行复习就可以了 但是往往我们看到这个天使投资人的时候 这种比较特殊的业务的时候 感觉确实哎呀没有做过 那我就带你做一道 你感受一下啊 你看也是带着问题去找一个条件 带着问题去找一个条件 一点点分析 只要我们的学科知识足够好的话 问题都不大 那我们这样呢 我们就把这一章内容给大家介绍完了 做一个小节啊 那么关于个人所得是纳税义务人的问题 不排除出小题的可能 对吧 然后呢 争税范围 实际上就说税目当的问题 是必考的内容 税率和应纳税所得的计算呢 直到基本规定就可以了 税收优惠 大家啊 该背的还是得背的 你看我们有些题 它是结合在综合题里 结合在计算问答里考的 有时候也在单选多选题中考 要注意分层复习的方法 那么应纳税所得额 税额的计算和特殊问题的处理 肯定是核心中的核心 我们主要的题目 它都围着这块内容进行了这个复习 还有呢 就是征管的问题 偶尔可以跟计算问答题结合起来 比如我们做过的 它什么时候进行申报 然后用哪种渠道 在哪进行申报 申报地点的问题 这些都跟个税的征管问题结合 请同学们注意 好了 关于西区班个人所得税的内容 杨老师就带给大家学习到这了 我们下一章再见 我们下午的视频 看什么 我们下午的视频 我们下午的视频 下午的视频 还有再加别的视频